你已經數不清了 五到十次 二十幾次 三次 韓國 日本跟美國 三十四以上 兩次 十幾次 可能四到五次 兩次 五次吧 失戀自己跑出國 追星找男朋友 看演唱會舞台去 內地當練習生 體驗當地的生活 開始當地的人 做高通馬戲的進修 去美國打工 這是日本的三頂目 因為在那邊可以看到很多 日本上班族 下班之後壓力之大的 酒醉文化 中國的荒山 我們是在冬天的時候去爬 所以整個大學分飛 跟仙境一樣 那有一年我 我非常想要跳傘 就決定飛到比較近的關島 發現當地還有像去開小飛機 然後去潛水 然後那時候也租了一台敞篷車 在整個關島到處亂晃 在阿拉斯家打工 然後在那邊我們是在一個工廠上班 那個工廠是在海邊 所以他們在那邊很多鮭魚 那個熊回去抓那個鮭魚 我早上七點起來 我去那邊海邊看 然後我就在那個草 很高的草 我跟台灣朋友 他也沒看過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在那個草 然後那個熊在後面 我們就這樣子自拍 我自己是會帶一隻娃娃 必備的一定是藥品 我是一個很容易水土不服的人 魔鏡 那走出去也會覺得 一個假明星的概念 筆記本 別的國家的時候 我認識新的朋友 他們會想要寫一些話給我 在阿拉斯家認識的 第一個台灣朋友 他就是寫一些話給我 指甲剪 我非常熱愛兼指甲 一定要帶潤髮乳 沒有用潤髮乳的話 我隔天就會炸開 我是在做身體的表演的 所以我自己會帶一些 貼渣的護具跟用品 最驚奇的應該是我在上海 然後被兩個正妹搭訕 被帶到一個 離市中心有點距離的一個 卡拉OK店 那進去之後 就很多的標形 當然還滿門口 真想說要怎麼落跑的時候 大陸公安就衝進來 然後我在公安就看一看 就把我放走了 那原本要被削一頓了 結果反而喝了免費的一頓酒 第一次一個人去內地嘛 我叫車 突然上了一個陌生人 他就是男生 上車後我那次可能沒有仔細看 我按到拼車還是怎麼樣 但後來了解後就是覺得 如果我不能接受 或是我會害怕的話 那就不要選這個模式 最初美國的時候 我們要飛到阿拉斯家 然後從西野頭 你要坐到阿拉斯家的飛機 它就是從西野頭 開始會越來越小 所以我們要坐到99的一個飛機 他們說需不需要扣安全帶 他們說不要沒關係 就是我們自己想一想 掉下去就是已經那個 安全帶也沒有用 有一次我在美國的時候 有租一個Airbnb 後來隔兩天之後 有一個西班牙人住進來 然後有一次我在廁所洗澡的時候 他也這樣 一直這樣敲門 就是又表現著若無其事 就說 沒有我只想要跟你吃個飯喝個酒 我去日本玩的時候 因為畢竟我是有靈異體質的人 從車站走到住宿的地方 其實只要10分鐘 晚上7點多我要回住宿了 結果我就一直在同一條路一直走 走到遠點 在看手機的時候 已經晚上9點多了 覺得好像有點不太對勁喔 在心裡馬了一串髒話 就有順利抵達住宿 吃過最特別的是日本的馬肉 像我朋友他就講說 是非常非常像黑鮪魚的口感 結果當下吃完之後發現 根本就是很腥有血味的肉塊 臭豆腐包子 我吃過蟬用 蟲臭味很重 我去荷蘭吃了這個 所謂的米飯松露米飯蘑菇 在台灣不合法不要嘗試 那這個蘑菇吃了呢 就會讓你有產生很強烈的 幻覺的效果 所以你在看一些平面的東西啦 或是去看畫作啦 都會產生一個3D立體動畫的感覺 在台灣有吃到甜雞 吃一口湯 然後就看到了那個 那隻腳 那個青蛙的腳 我在巴塞羅納的時候 隨機點了一個漢堡 意外的吃到煙燻的生培根 吃下去就 哇有一個死老鼠的味道 當然就去西班牙走這個草聖之路 走了三四多天 然後八百多公里 那包含在冬天的關係時候 上到山都下了大雪 那沿路的話 雪都已經激到膝蓋上了 春步難行 應該是我在各個國家都會被打散 各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方式 像在日本的話 他們就是比較冰冰有禮 比較害羞 你很漂亮 可以請你喝一杯酒嗎 然後在韓國的話 就是比較直接 比較大膽 直接在路上 會直接把你的手抓住 嚇到你的那一種 韓國人跟台灣的夜店 跟喝酒文化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他們會有序套文化 過我經歷到的啦 可能是他 也是應該在日本 第一個就是 會裝壽司 因為他的點贊的方式很特別 就是完全不用跟任何的人溝通 你就是在那邊暗暗就好了 在親旅的時候有一個女生 她居然有脫口秀的門票 於是呢 我就跟她上了那個脫口秀電視節目 那一次的來賓呢 還有妮可吉曼 又有一個特殊的體驗 就是空中飛人這件事情 因為她在做的時候呢 會需要 經由擺盪來完成動作 教練告訴我 Don't rush這件事 因為當你擺盪出去 重心飛出去的時候 我那時候超開心的 直接往下跳 然後我就忘記了 回來的時候 我需要去感受這件事情 所以我瘋狂地撞到我的腰跟臀部 韓國夜排 一些國家的人 他們可能就會 把我們的椅子抽出去啊 或者說去 站我們的椅子 就是假裝那個是他們自己的 起到會拿自己的鏡頭去打對方 我在美國LA買了一個鑰匙圈 上面還寫Best Lover 但我們回來的時候 就立刻分手了 也穿越來的彩帶 因為那個彩帶 真的拿得不容易 不是你坐到最好的位置 就拿得到 然後就隨機 先出了內刹那裡 要趕快去搶 一個是我自己很喜歡 那個富爾摩斯影集 所以這個是他們當地 在富爾摩斯家裡的門口會擺的 影之聖 第一場也常會買的 戒指 有得到了一副手套 是我在紐約做空中飛人的時候 同學送給我的 因為我在那邊不是很開心 有常常就會跑出去大哭 然後我的夥伴就跟我說 他送一隻這個娃娃給我 然後讓他變成我最好的朋友 也是最好的傾訴對象 我下飛機 我朋友帶我去那個遊樂場 然後在那邊也有一個 特別的東西就是 拍照的那些機器 所以在那邊就是我們拍那種照片 就是我利用我的時間跟體力 花了三十幾天 走了八百多公里的西班牙朝聖豬 換了這一張超射準證書 我最想去的國家就是阿拉斯家 很想跟著這個捕蟹船去捕螃蟹 然後回來可以吃到非常美味的帝王蟹 租露營車然後一路去追擊工 日本的同志夜店 想拿他們跟韓國逼逼看 去馬丘比丘 到他們的麻雅文化的一些遺址 然後把自己掛在上面 法國 香波爾古堡 我有一個公主夢 我覺得很想要穿著文藝復興時期 那時候的服裝 然後在裡面拍照 因為我非常喜歡 日本的一個牛郎藝人 叫做羅蘭 希望能夠再去日本 他的牛郎店光顧 享受當公主 當女王的感覺 展示要大一點點隨性 不能要求 不要強迫症 地圖和地鐵線一定要查好 最後按照你的感覺 帶著一個勇敢的心 直接去享受那個過程 直接去享受那個過程 YK 鏡頭